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今天是2022年5月19日 先来鸣谢 有朋友就提意见了,说你这英文念的一点都不准 但我就纳闷了,这哪叫不准啊,这压根就是不会念 所以只能用我们的方言来拼了 同时感谢所有一直以来鼓励我们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 先来分享一个很有理性的关于土耳其为什么要反对泛兰瑞典加入北约的分析 泛兰总理桑纳玛林解释泛兰加入北约的动机 说如果我们不想要核武器或永久基地 没有人会把核武器或永久基地强加给我们 在我看来,泛兰甚至没有兴趣部署核武器或开设北约基地 我们拥有良好的防御能力 我们已经将国内生产总值的2%以上用于国防 几十年来,我们在安全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 正是因为我们在边境上拥有庞大而咄咄逼人的邻国 他说,申请加入北约的决定是和平行为,而不是战争行为 我们必须确保泛兰土地上永远不会发生战争 我们将始终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芬兰人虽然这么说,但是俄罗斯不会相信 最近几天因为芬兰申请加入北约 至少7辆伊斯坎德尔高速高精度导弹发射车 被部署往俄分边境地区 可能作为一种回应,芬兰也迅速往边境地区 部署了他们购买的韩国K9自行火炮 边境局势是一度紧张 针对土耳其横跳出来阻挠芬兰瑞典加入北约的决定 英国皇家国防安全联合军种研究所副主任 乔纳森·埃亚尔是这样分析的 他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库尔德工人党的许多要求 都是熟悉的土耳其取调的一部分 他有理由站出来对抗美国 因为土耳其经济一团糟 他的声望处于历史最低点 明年夏天将面临选举 激发民族主义者的投票并无害处 瑞典尤其拥有一个活跃的库尔德社区 拥有政治支持 这一事件让人想起了2009年埃尔多安说 除非丹麦关闭库尔德电视台 否则他不会允许安德斯·拉斯穆森被任命为北约秘书长 拉斯穆森被任命 但一年后电视台关闭了 埃尔多安的目标可能是美国 就像芬兰和瑞典一样 土耳其在2017年购买俄罗斯的S-400导弹防御系统 使其成为美国的舰民 并导致安卡拉被踢出了F-35隐形战斗机计划 最近有传言称普京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访问安卡拉 但被莫斯科否认 这可能是安卡拉的另一个信号 表明他有牌可以打 正是这种双重博弈 让许多其他北约国家对埃尔多安的边缘政策感到沮丧 似乎为了加强人们对安卡拉的这一横跳的印象 埃尔多安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伊布拉辛卡林今天称 如果土耳其的欲望得不到满足 这一进程就不可能取得进展 对此拜登总统简单的说道 我想我们会有办法解决 那怎么解决我们拭目以待 咱们来看今天的战况 俄军继续为进攻北断的此刻做准备 并加强了莱曼周围的行动 莱曼地区周围遭到了俄军的猛烈炮击 俄军炮击了段巴斯北部 扎伯罗热南部 赫尔松北部的多个地方 表现很活跃 布帕斯纳的俄军正在尝试 七段黎昌斯克到巴赫木特之间的高速公路 还希望从布帕斯纳北上推进到黎昌斯克 但是俄军推进速度太慢 五天才前进了七公里 俄军宣称对防守的乌克兰24机部旅 造成了重大打击 但这个比蜗牛还慢的推进速度似乎不太像 乌军继续解放哈尔科夫方向的广大地区 并在特尔尼夫卡地区与俄军交战 俄罗斯最佳狙击手在乌克兰战场阵亡 乌克兰武装部队击毙了被称为最佳狙击手的俄罗斯人 希尔盖查尔科夫 他是俄罗斯著名的步枪连狙击连队的指挥官 也是世界军事比赛的常客 并曾经获得过冠军 出号猎鹰来自跨贝加尔湖地区 不知道秦俄的战狼五毛小粉红们对此做何感想 比赛场上的表现和战场毕竟是不同的 这位狙击手最终还是死于残酷的战争之中 与最佳的坦克手一样 俄罗斯军方已经为查尔科夫举行了葬礼 昨天乌克兰军队在南部战区母地发动突然袭击 用火炮摧毁了海部810旅的指挥所 这次袭击造成了三人死亡 14人受伤 部分重伤者如下 第810海军陆战旅代理指挥官上校 第382海军陆战营代理指挥官少校 第810海军陆战旅通信指挥官 第542突击营指挥官中校 第546自走流炮单位指挥官上位 值得注意的是 810海部旅前一任旅长阿列克谢沙洛夫上校 是三月份死在马里乌波尔的 还有一则经过证实的消息 俄军丹尼斯科兹洛夫上校 于5月11日带领部队在北断的磁河建立福桥 但是该次作战遭到了乌克兰军队猛烈的抛火袭击 俄罗斯军队损失惨重 科兹洛夫上校也在这次作战中丧生 在他战亡前两天 科兹洛夫上校参加了在巴斯基里亚齐什马村 举行的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7周年的节日聚会 第12工程旅当时就部署在该村 自俄罗斯开始发动对乌克兰的入侵以来 科兹洛夫上校是该旅失去的第二名指挥官 3月14日 希尔盖波罗赫尼亚上校在乌克兰领土上被击毙 今天在文尼查 乌军第299战术航空旅飞行员 希尔盖帕克缅克的葬礼在文尼查举行 他的苏-25攻击机于5月14日 在札博罗洛地区古利亚波尔市附近 被俄罗斯防空系统击落 俄罗斯自己说自己啥都好 就是吹牛的毛病改不了 俄军今天宣称 空天军高精度空机导弹 击中了7个指挥所 包括乌克兰武装部队 尼古兰耶夫卡村的 第24摩托化步兵旅指挥所 和乌克兰第104国土防卫旅指挥所 尼古兰耶夫地区布尔什耶隆札基地区的一个S300防空导弹系统师和 断涅茨克斯拉维亚诺格尔斯克地区的一个布克M1防空系统师被击中 俄航空兵袭击了两个指挥所 以及58个燃力和乌克兰军事装备集中区 总共由于空袭340多名乌军丧生 62件军事装备被毁坏 俄方还宣称 导弹部队和火炮 集中了6个指挥所 295个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乌军和军事装备集中区 以上信息还有待乌克兰方面证实 咱们来看乌克兰平民遭受的战争伤害 巴赫木特一座五层高的居民楼被俄罗斯炮击炸成两端 基辅布查地区地雷爆炸造成 二人受伤 俄罗斯军队昨天在西服断涅茨克炮击造成四人死亡 俄罗斯军队用火箭弹轰炸了维利卡阿库斯托罗卡五次 库尔克斯地区蒂奥特吉诺发生炮击一人死亡 库尔斯克地区格鲁什科沃区遭遇炮击 俄军还炮击了齐尔尼哥夫和苏梅地区 最后咱们来看看这个世界老二的军事力量 从最近各社交媒体上爆出来的一些画面来看 俄乌战争已经到了复古阶段 双方都把S60型57毫米高炮搬到了卡车上 一点都不像两个欧洲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战争 在此之前这种57毫米卡车炮是叙利亚阿富汗内战的标志 俄军甚至把他们最先进的乌拉尔63704-0010军用卡车 改装成了自行高炮 加了一门ZU-232双23毫米高炮 然后在巷战中来回扫楼 俄乌战争双方都损失惨重 残酷异常战争态势也发生了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出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复古的原始的武器 许多早已消失在漫漫战争史长河中的武器 都以各种方式改头画面冒了出来 再一次粉墨登场 例如马克沁机枪 墨西纳干狙击步枪 各种装甲汽车 还有一战式的堡垒战壕 攻势玩具一样的无人机 很显然 这些武器原本都属于低烈度战争的装备 而顶尖强国之间的进行常规战争的先进武器 要强大得多 但是这些破烂依然出现在了战场上 并且很好用 马克沁机枪虽然是一百年前的东西 但水冷方式使它能连续设计一分钟以上 远超现代重机枪 其他武器一样 虽然不如现代的 可是干起坏事来 一样颇具效率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我们的世界第二军事力量 实际依然没有摆脱地心引力的束缚 吹得再喊也离不了地 其实很多时候 当身边全是吹骨手的时候 实事求是是很难做到的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 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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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